在《鬼灭之刃》中,最终BOSS无惨一直将鬼杀队视为眼中钉 而且其实力可以说,便是所有鬼杀队全都融合在一起 都不一定是无惨的对手 但是在几千年的斗争中,无惨都没有彻底歼灭鬼杀队 这是为何呢? 1. 无惨是出了名的耸BOSS和其他热血漫画的BOSS托口 作为《鬼灭之刃》的最终BOSS,其最终就是足够耸 只要有1%死亡的可能性,无惨就不会冒险露脸 在原作中,要不是主角炭之狼无意中遇到了无惨 以及无惨对盗门里都不脱离自己掌控 还是可以不惧阳光的体质感兴趣 可以说无惨压根就没有露脸的可能性 无惨拥有着非常多的技能 但是他将主要的能力都用在了好力上 比如说为了隐藏弱点的无脑七星 将自己的身体自由分裂成1800块碎片自我分裂 以及在阳光下,都可以存活一段时间的死灵之资 把自己命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无惨 没有所谓的武士或者战士的精神 有的只有考虑如何长生不死的欲望 这是导致其很少出手的主要原因 2.鬼杀队的隐移策略 同样,为了防止自己被鬼给击杀 鬼杀队本身也有相当多的规矩 来规避自己被敌人发现 比如说在《断刀人之村》片中做说明 为了保证断刀人之村的隐移性 必须让队员蒙灭 并有大量被战斗人员以采用接力的方式来接送 而隐也只能依靠乌鸦来获得前进路线的信息 显然在隐秘的安排上 鬼杀队也是下足了功夫 3.产无副一族的特技 作为鬼杀队首领的产无副一族 兼具领袖气质与宽阔的心胸 说话成了温和,待人很有礼貌 除此之外 产无副一族还拥有着近乎预言般的危机感知能力 曾在激博园一死后 为了防止鬼杀队再次威胁到自己 无产对鬼杀队进行了大毒杀 而结果使得鬼杀队的大量战士死亡 暗闻能力的继承也因此消失 但即便如此 靠着产无副一族的能力 鬼杀队数次死里逃生 并最终拥有了与无产一样的实力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激博园一 那时的无产真的是差点就能导致鬼灭之刃 提早300年完结了 无产对元一的统计太深了 只要无产为100%确定元一已经死了 无产是不可能再出现的 除非有某种力大于它们元一的统计 毕竟鬼能力去生存下去 而人类却不可以 所以无产打不过元一 还躲不过元一吗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维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按你们